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欧洲这几天遭遇近年来最强烈的风暴袭击 荷兰、比利时、丹麦等西欧多国以及英国都受到影响 周一英国南部怀特岛的风力达到每小时160英里 风暴造成电力中断、打乱交通 目前已经传出至少有13人死亡 星期一早上,风暴最强劲部分通过英国南部 海边巨浪翻滚,部分地区浪高7.6米 英国气象局向英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发出了洪水警告 据报道,截止到周一上午 英国南部有4万多户居民遭断电 法国西北部也有数万户居民断电 由于强风刮倒树木及建筑物附着物 造成不少伤亡 德国、英国、丹麦、荷兰共传出13人死亡 英国东南部一名17岁女孩家中房屋 在风暴中倒塌,不幸身亡 伦敦北部赫特福德郡一名男子开车时 被风暴刮起的大树砸中身亡 航班也大受影响 到星期一上午11点,英国有20%的航班被取消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英国基本不会受到飓风威胁 这次风暴的风速达每小时130公里 威力与飓风相当 而瑞典气象局也发出警告 风暴将对瑞典西部和南部造成威胁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